這是香港的交通燈 第一盞是紅色 接著是黃色 接著是綠色 這是法國造車品牌 Renote的廣告 介紹車款 應該有相當年份 第一盞燈是綠色 不是紅色的 這本書是 是Chicago Public Library 出的 叫做Curb Service 它的封面很清楚 第一盞燈是綠色 接著是黃色 接著是紅色 接著是英國的地鐵 綠燈在上面 紅燈在下面 這是一個日本的鐵路 這裏 的一個Poster 第三盞燈是紅色 第二盞燈是黃色 第一盞燈是綠色 接著是 應該是黃色 但它就沒有色 最下面那盞 第三盞是紅色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綠色 第一盞燈 接著是黃色 最後那盞是紅色 這個玩具也是綠色 黃色、紅色 這個迷你交通燈玩具也是綠色 黃色、紅色 這個日本的鎖匙扣 也是第一盞燈是綠色 做燈還有示範 第一盞是綠色 接著是黃色 接著是紅色 這個用交通燈做的台燈 它的實物就是綠色、黃色、紅色 但是它的盒子 就有萬得拉效應 就是變成現在的紅色、黃色、綠色 是不是我們的記憶出錯呢? 是不是一向都是 第一盞燈是紅色 接著是黃色、接著是綠色呢? 我1918歲就是考車牌 我肥了兩次之後 第三次終於拿到車牌 我19、20歲就開始自己開車 我記得 第一盞燈是綠色 接著是黃色 接著是紅色 難道我記錯?